人生 總有重新開始的時候 對我而言 家 不只是遮風避雨的地方 而是對她的一個承諾 愛 像是人生的調味料 有時苦 有時甜 有時也可以品嘗幸福中的味道 面對現實與理想 決定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我開始懷疑自己 一個人走在茫然的街道 卻看不見路的鏡頭 那一天 我找到了第二個家 人們說的房仲 其實正式名稱是不動產經濟業 我決定加入這個大家庭 成為不動產經濟人員 還記得第一次帶客戶看房子 我才明白不動產經濟業 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面對經濟壓力 曾經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路 愛與家的距離 似乎越來越遙遠 嗨 我懷孕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给你一个完整幸福的家 努力打拼 只为了让自己成为专业 我相信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给了我成长的动力 前辈们常说 只要你够努力 就等着冒泡吧 设身处地 站在买卖双方的立场 提出专业的建议 每个成交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都是一个家的开始 一年后 我也成为别人的学长 因着团队 我们让更多人实现梦想 因着客户 我们找到希望与价值 我是您的不动产经纪人员 家是装在爱的地方 爱与家的距离 是零距离 想要成就更好的自己吗 不动产经纪业 欢迎您的加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